女人都希望自己在爱的男人面前永远迷人 像刚恋爱时候那样充满激情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13个小方法轻松掳获男人的心 1.身材很重要 女人要知道男士永远喜欢身材好的女人 有些女人觉得自己结过婚了就放任自己的体型不管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男人虽然嘴上不说 心里肯定渴望自己的老婆能够身材至少能看得过去 最起码在还有夫妻生活的时候能燃起欲望 所以女人想要吸引男人的眼球就要严格控制自己的体型 2.保持粗心保持单纯 现在社会上流行非主流 很多女人把自己搞得不轮不累 头发中间突然有一缕白的或者紫的非常怪异 有的女孩穿的非主流 10米以外以为是个男的 5米以内变不清男女 但走近时才发现是个女的 可能他们觉得这是潮流的体现 但男人们非常讨厌 从古至今 男人们永远喜欢黑色 长发飘飘 皮肤白皙完整的女孩最容易触动他们的内心 3.经济独立 现在社会男人们背负的压力也很大 客观现实点来说 不要求女人赚多少钱 但作为一个女人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基础 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甚至于就算离开了男人也能够过得有知有味 这样的女人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尊重 也会让男人刮目相看 4.有女人为 何为女人为 首先温柔体贴 柔情似水 用白居易的一首词来说 就是油爆枇杷半则面 这句话形容女人为简直登峰造极 油爆枇杷半则面 这种神韵能够叱进男人的丰富想象力 甚至会使男人着魔入迷 如痴如醉 5.有技巧的顺从 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即使到了现代 也多多少少影响着众多男士 男人多多少少都有征服女人的欲望 会让他们有满足感 这里不是让你做的他的仆人 没有一点个性的女人会让男人丧失兴趣 这里所指的是有技巧的顺服 这是两性相处之道中的高招 而不要试试镊子男人的意 有空替他按摩一下肩膀 陪他看他喜欢的节目 给他做好吃的 让他尝尝甜头 你这样做会让男人离不开你 表面上的顺从换来的 却是他长久的依赖 6.性生活 夫妻之间是否和谐 可以说性占了一大半 有爱无性的生活走不长久 相反 无爱有性的生活 都有可能走得相对长远 这是原始的生理需求 不受男人的主观意思所控制 即便一个男人再爱你 在所谓的精神世界里 但是你在性方面 木纳 呆子 没有激情 满足不了男人 他也会对你越来越远 最终出轨离开你 所以对于女人来说 拴住男人的下半身太重要了 7.抓住男人的心 要抓住男人的胃 古人云 食涉 性也 这说的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看到没有 食放在第一位 所以 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下班后 有一桌只丰盛的饭菜等着他 对于疲劳一天的男人来说 看着为了忙前忙后 记得睡花围裙的女人 享受着美味的菜肴 男人们还会留恋在外 不想回家吗 9.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努力用你的大脑去爱男人 而不是一厢情愿地用你的心去爱她 其实 对于男人来说 他们更需要女人用脑汁 和她很默契地相处 而不是爱她爱得 死去活来 迷思自我 这样会让男人有压力 在生活中 我们要努力做到 懂他所想 知他所需 生活中和他相处很和谐 是照察言观色 说什么 做什么 最惨男人的心 10.浓妆淡抹肿相宜 无论是生活妆 还是出席重要场合所化的妆 总是那么的肆意 不会出现去倒一个垃圾 搞得像登台演出一样 这样会让男人觉得你一个字 孰不可耐 11.异性朋友不是太多 异性朋友太多 有的女人就是人缘好 的确朋友多 但是如果异性朋友 远远超过女性朋友 男人也不会喜欢 12.不要一天24小时盯着手机 手机控的女人 多半都没有健康的生活爱好 只会两眼呆滞的盯着手机 仿佛和现实说会脱了鬼 你要让男人觉得你的生活 手机只是个附属品 你有很多业余爱好 健身旅行读书等等 这样会让男人觉得 娶了你以后 生活会更加的多知多才 而不是你玩手机 他打游戏 娃没人带 点着外卖 这样的生活 男人想想就可怕 又怎么会对你感兴趣呢 13.泼妇要不得 一哭二闹 山丧雕 不得便宜 不罢休 这样的女人 男人别说做老婆了 做朋友都蜕逼三色 做到以上的事情 就能吸引住男人吗 这个不能说百分之百 还有看那个男人是不是渣男 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男人确实比较喜欢这种女人 是男人贸易 以后 我叫他一哭 是男人贸易 我叫他 Сергей 之以后